本视频由Y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子实验室 大家知道蟑螂作为一种准二次元生物 其扁平化的设计理念 几乎能让其做到无缝不钻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测试 蟑螂到底能钻进多窄的缝隙 首先我们先来量一下蟑螂身体的厚度 差不多6.4毫米 接下来我们要用两个小方盒拼成一个小屋 一边放蟑螂一边放食物 中间看一个可以变化高度的缝隙 然后改变缝隙的高度 测量蟑螂能通过多窄的缝隙 好 现在小屋已经制作完成 接下来调整缝隙的高度 刚刚测量出蟑螂的厚度大概是6.4毫米 那我们先把缝隙调整到6.4毫米 看蟑螂能不能顺利通过这个缝隙 我想应该会很轻松吧 注意看蟑螂已经闻到了香味 准备行动了 哎 猛的一钻 完全没看出什么阻力 很轻松就钻过来了 开始吃起了食物 看来蟑螂的柔韧性确实很不错 接下来我们把缝隙调整到5毫米 看蟑螂能不能顺利通过5毫米的缝隙 看蟑螂能不能顺利 诶 蟑螂兄怎么了 面对食物的诱惑 完全没有一点反应 可能是刚刚吃东西正欢的时候 被我抢掉食物 生气了 我们换个方式 直接塞进缝隙 看这次还是非常轻松就通过了缝隙 诶 它又出来了 下面把缝隙调整到4毫米 继续实验 看看蟑螂这次的表现如何 头有点变形 头进去了 身体就好办多了 最后顺利通过4毫米的缝隙 接下来进一步把缝隙缩小到3毫米 大家猜猜看蟑螂能否通过3毫米的缝隙 感觉能通过的扣1 不能通过的扣2 来对比一下蟑螂的身体和缝隙 明显蟑螂身体会厚出很多 这次感觉有点悬了 这次头摆放的姿势不错 一下子就进去了 但好像身体太厚了 变形也非常明显 通过反复的挣扎 蟑螂最终还是成功钻进了3毫米的缝隙 太牛逼了 接下来到了挑战2毫米缝隙 看看这缝隙 跟蟑螂的身体对比一下 窄了好多 想想都不太可能钻进去 尝试一下 这次好像真的不行了 头都塞不进去 再努力一把 诶 头终于进去了 可惜身体实在太厚进不去 卡住了 蟑螂挑战2毫米缝隙 宣告失败 既然2毫米不行 那再试试2.5毫米吧 大家再来猜猜 蟑螂能通过2.5毫米的缝隙吗 马上开始 好 感到最好 好像还是有点困难啊 可以看出 现在蟑螂正在拼命往里钻 头顺利进去了 身体能进去吗 现在上半身也进去了 再加把劲 进去了 蟑螂终于成功了 它用6.4毫米的身体 钻进了2.5毫米的缝隙里 想想都不太可能 但是蟑螂确实做到了 最后说到我们人类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去尝试 那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如果你尝试过了 努力过了 可能会发现事情本身 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成功就像硬币 努力攒一把就有了